ChatGPT,DeepSeek,Gemini,Copalette,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工具。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这些人工智能工具,但是它们让我们更有创造力吗?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研究,很有意思。 这个研究是在麻省理工大学,它有54个人参加,这些人被要求写作,他们被分成了三组,第一组要用ChatGPT来写作,第二组要用Google在网上搜索来写作, 第三组呢,他们不可以上网,他们必须自己来写作。 那最后研究结果是什么?第一组,用ChatGPT写作的人,他们的大脑活动是最少的。 而第三组,不用任何工具,完全靠自己来写作的人,他们的大脑活动是最多的。 看了这个研究之后,我开始思考,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大脑有什么影响? 它是不是让我们更有创造力呢?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,我们先聊一聊人工智能好的方面,然后再聊一聊它不好的方面,我也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。 好,那我们先开始说说好的方面。第一点,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,那举个例子,比如说你晚上想做饭,但是你不知道做什么好。 你可以打开冰箱,拍一张照片,然后把照片上传到ChatGPT,让他给你一些食谱,那ChatGPT会看你的照片,看你的冰箱里都有什么食物,然后他会给你分享食谱,这样呢,可以帮你计划你的晚餐。 那还有比如你要去旅行,你想要做一个旅行的计划,你也可以问ChatGPT,让他帮你做计划。 在工作中,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做会议记录。每一次开视频会议的时候,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做会议的记录。 会议结束之后,这些会议记录可以自动的发给所有人。 我觉得像这些比较枯燥的任务,用人工智能非常好,它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,让我们更有效率。 那第二个好的方面是人工智能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图片。 比如说你想设计你的客厅,你可以拍一张客厅的照片,告诉人工智能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。 然后人工智能就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图片。 它会看你的客厅的空间,然后给你很多不同的设计图片,来帮你去挑选家具,确定你想要的风格。 那第三点好的方面是人工智能工具,让很多创意的工作更有效率。 那大家如果看过我以前的视频,你可能知道我除了教中文之外,也做设计。 那在我最近的设计工作中,我就用到了人工智能工具。 比如说,我在设计一个手机应用。 这个手机应用呢,有一些产品的页面,上面有不同的产品,我们需要图片来展示这些产品。 那我就会让人工智能帮我生成这些图片,帮我减少了很多时间。 我知道有些品牌,他们会用人工智能设计logo,也就是他们品牌的标志。 可以一下子生成很多不同的图案。 这样的确能在短时间内给人很多不同的选择。 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,人工智能有什么不好的影响。 第一点,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,我们可能会慢慢的失去思考的能力。 比如说,现在有很多人用人工智能写文章做视频。 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发表很多文章,很多视频,用他们来赚钱。 但是这些内容通常是低质量的。 这些内容里没有自己的经历,自己的思考。 我看到有很多YouTube视频,他们是用人工智能写文案,让人工智能生成动画做出来的视频。 这些视频质量比较低。 我觉得人工智能不应该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。 比如说,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,我是自己写的文案。 我看了几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视频。 我上网看了人工智能的文章。 我也想了想自己的经历。 然后我自己写了这个视频的文案。 写完之后,我再用人工智能,让他给我一些建议。 如果我们完全依赖人工智能,直接让人工智能帮我们写作,帮我们创造的话。 那我们创造出来的就像是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。 就没有了自己的独特的地方。 第二点是我觉得用人工智能创造,会减少我们创造的乐趣。 当我们写一篇文章或者设计一幅画的时候,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。 比如说,你在写文章的时候,你可能写着写着,不知道要写什么。 你觉得一下子没有了想法,没有了灵感。 那这个时候,你可能会出去散散步。 你可能会泡一杯茶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可能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。 有了一个灵感。 让你觉得很兴奋。 想要马上把它们记录下来。 继续你的创造的过程。 我觉得这个过程,从没有想法到突然间有想法的过程,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但是当你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,你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。 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,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突然间产生灵感的那种快乐。 所以我觉得,当我们在创造的过程中,我们应该先花时间自己去探索。 然后再去和人工智能聊天,让他给我们更多的想法和建议。 第三点,是我有点担心人工智能对于创意工作的影响。 过去的几年里,很多科技公司都在裁员。 他们在使用很多人工智能的工具。 他们裁掉了很多设计师、程序员等等的岗位。 在短时间内,这些公司减少了很多开支。 他们减少了很多钱。 这样呢,提高了他们的利润。 但是很多设计师,很多有才华的人都失去了工作。 我身边就认识这样的设计师。 他们有很好的设计的技能。 但是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好的设计工作。 这些有才华的人不得不去打零工。 有些人甚至在考虑不再做设计。 考虑转行。 也就是离开设计去做其他的工作。 那么我也看到有很多学生, 当他们在考虑大学的时候学什么专业。 有的人虽然很喜欢做创意类的事情。 但是他们不敢选择设计和艺术类的专业。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专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。 那这让我觉得有点难过。 我希望喜欢创造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做他们喜欢的工作。 而不是让人工智能减少他们的工作机会。 那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我的看法。 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,提高效率。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帮我们产生很多的想法和创意。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过度的使用人工智能, 它会减少我们的思考能力。 减少我们的创造力。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自己花时间去思考,去创造。 然后再用人工智能来帮我们产生更多的想法。 那评论告诉我,你觉得人工智能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吗? 你平常是怎么用人工智能工具的? 评论告诉我,我们下次见! 拜拜!